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不过以后状况应该会好一点 我也希望能够邀请到你们喜欢的朋友来上节目 好 现在就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内容 第一个单元是专题报道 我想了很久 真的真的想了很久 终于鼓足勇气 决定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今天的题目是 您给我们160块 我们给您40分钟录音带的成本分析 第二个单元是无责任乐评 这个单元好像蛮多人喜欢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今天我们无责任乐评的这个主题 是陈生的音乐乐园 第三个单元是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今天要介绍的一些是这个 口琴的四把口琴一起合奏 让各位欣赏一下 最后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 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音乐方面的问题 好 一起来欣赏周志平的歌曲 On the Radio 你是否和我一样 也在听着那首歌 在遥远他乡的radio 在那悲伤的旋律中 我又仿佛看到 你那音乐的泪 在夜里闪动 许多一往已久的事情 无意中都被劈弃 再无也不眠的radio 那些经历离别的爱情 却在多年以后 你和我才有突然觉得心痛 曾经以为我可以 让你停止漂泊 哦 曾经以为我是你 一生不变的守候 Just on the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也许多一生也不要让你的泪 继续再流 也许多一生也不要让你的泪 许多一往已久的事情 无意中都被提起 再无也不眠的radio 那些经历离别的爱情 却在多年以后 你和我才有突然觉得心痛 曾经以为我可以 让你停止漂泊 哦 曾经以为我是你 一生不变的守候 这首的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也许就在你流浪的脚步 披肩肩的时候 这首的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你一生也不要让你的泪 继续再流 只要没有我 你听到我的温柔 闭上眼不要让你的泪 只要没有我 你听到我的温柔 闭上眼不要让你的泪 继续再流 你一生也不要让你的泪 继续再流 你一生也不要让你的泪 继续再流 好 今天的题目 对各位而言 可能听起来是很有趣 但是对我而言 可能是十分的麻烦 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 单元要和大家聊一聊 一张唱片的成本分析 所以我的立场 其实蛮尴尬的 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各位花在卡带CD上面的钱 到底到哪里去 而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录音带 感情有点贵 那到底台湾的录音带 到底贵不贵呢 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呢 又是唱片业的这个从业人员 恐怕很容易被同行 误认为泄露机密 所以真是蛮难违的 其实我今天这个单元 是有崇高的理想 那就是增进消费者 与业者之间的互相了解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但是由于资料太多 牵涉太广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也将分成两次播出 本周跟下周分两次 本周先告诉你唱片公司 有哪些钱要花 那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张唱片成本呢 大致上可分为几个部分 大概是五大部分 一就是制作费用 二计划包装费用 第三个宣传广告费用 第四个生产成本费用 第五个一般的管销费用 先从制作费谈起 其中制作费大约包括了这个 词曲费编剧费 和声费 乐视费 录音室租金费 制作人费 那如果要出国录音的话呢 那得再加上一大笔庞大的交通费 录音室租金费 这以后再依每个艺人的行情不同 加上艺人的演唱费 那一般而言呢 艺人的酬劳是根据唱片的销售数字来计算的 当然是有名的啦 已经有点低位了 新人那就是拿一笔钱就算数了 是绝对不可能有人跟你谈什么 那依照唱片销售数字来计算的 那一般我们在这个 拟定一个制作预算的时候呢 如果不将艺人酬劳算在内 大概要花150万到200万之间 可以录成一个母带 就是录到制录音完成 当然也有更低或是更高的 从50万60万100万120万 可能到200万300万的制作费 那其中呢这个词曲费用 大概占整个制作费的这个 30万到40万之间 有些是这个词曲作家 一首词代曲的一般的行情 是3万块钱到4万块钱 当然也有5万块钱 也有更高的 这样讲好了 可能一首要到10万块钱 那编曲的费用大概在35万左右 也就是一首歌大概是3万5千块钱 然后乐视费和音天使的费用 大概是加起来大概是5万 1万块钱到8万块钱 录音室租金呢 现在录音室很贵了 一小时大概以3000元来寄的话 一般完成一张唱片所需的录音室小时 大约在300小时 所以录音室的租金呢 大概是300乘以3000 就是90万 制作人费用呢 行情差异也很大 一般而言呢 从新进制作人的这个行情 大概是10万到15万 你有这个能力 可是你没什么名气 大概是10万到15万 到另外一级就是20万到30万的制作人 这是已经熬出头了 有点知名度了 再来就是没有公开的行情的 这个没有报价的制作人 这个制作人会直接跟唱片公司老板来溢价 谈这个制作人费 实际的价钱呢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不过大概也是和歌手的计价方式是一样的 以唱片销售的数量来计算 而这一类的制作人呢 大概只占这个十分二三 也是十个制作人当中大约有两个到三个人有这样的行情 以上呢 是有关于制作部分的费用 当然我只是非常笼统而大略的 把几个大项的费用跟各位做报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一首歌曲 等一下再来谈谈这个计划包装的费用 宣传的费用 以及其他管销生产成本的费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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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在制作这个费用之后 我要为各位报告 有关于企划包装部分的费用 在企划包装费用上面 支出项目更多 从发型、化妆、服装、拍照、海报 MTV的拍摄、电视、CF、电台、广告 包装、设计、网稿、打烊到宣传、歌友会 各种活动都在企划包装的职责上面 这个部分的费用是弹性最大的一个部分 光是说买衣服吧 可能有的艺人的衣服 要编列50万的预算来买 为什么呢 你看看 以知名度高唱片销路很好的女艺人来说 尽则东京香港 远则纽约巴黎 买的衣服分成好几种不同的用途 拍宣传照的时候要一种衣服 拍封面的时候 这很慎重 要一个衣服 上电视打歌的时候 要感觉不同 配合现场灯光气氛的衣服 拍杂志封面 总不能穿以前拍过的衣服吧 这几个用途买下来衣服 这个钱很贵 就甭说了 你就先算算 包括歌手 计划人员 造型人员 一组三到四个人 台北东京 或是台北香港 商务舱来回机票 外带水准以上 饭店三天两夜的房间 四到五间 连带吃饭 零花乱七八糟 机场睡 计程车废 光是去一趟就已经够伤的了 有的可能要去不止一趟 怪怪 这个是很要命的 所以我想 以现在的市场出片量 这个状况而言 想要出现 想要有在市场有一个气氛 这个企划人 要去做一张 您可以稍稍能够感受到 这个有一个人 叫做李宗胜 出了这个唱片 光是做这个企划动作而言 唱片公司最起码的费用 是新台币 三百五十万以上 这个是起跳了 这个表折下去 就是三百五十万 有的做到七百八百万 甚至一千万都有 要看案子大小而定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制作跟气氛 制作到一百五十到两百 这个气氛大概是三百五 这样加一加 如果有两百加三百五的话 就是五百五十万了 已经没了 好 再来就是这个宣传费用 一般而言 宣传的时间跟方式 是由企划人员所定的 也就是企划人员 决定宣传的策略 然后由宣传部人员去执行 宣传的费用产生 大多是车资 联系 上电视打歌 乐队老师用的套谱 特殊的录影的灯光 现场合声 伴舞 这个讲起来 虽然是很简单 比如说套谱 一个歌星可能要打三四首歌 上不同节目要不同的套谱 特殊灯光的学问就更大了 这个现场合声 那个唱片公司的人有四个合声 我要六个 这个舞蹈人家 有八个 我要两套 我要十六个 服装要换 这个灯光也是 每种特殊效果 这个费用加起来也是很关 但是这个部分的费用是比较固定的 增减的不至于太大 以电视电台文字平面三个主要媒体来说呢 一个长约四十五天的宣传期 大约我想一百万左右的花费是蛮合理的 那我们现在呢 讲了我们刚才两百 加三百五是五百五 再加一百是六百五十万 那这是去制作音乐去宣传的费用 那这个卡带本身总要点钱吧 包括什么呢 包括内壳外壳 这个录音带本身卡内外标 卡内标 卡外标 包括这个印刷 拷贝 包装等费用 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呢 这个大概是每一卷呢 是多少多少钱 再加上一个 我们固定的请人员 比如说付给李中盛一点薪水啊 付给什么 人员上的薪水 是固定的管销费用 所以以上是几个费用 这个加起来呢 光是一个案子 我认为呢 比如说以刚才这个规模的案子来讲呢 其实这是一般规模的案子 还有更大规模的 以这样的案子来讲呢 没有七万或是八万张的这个销售量呢 是根本一毛钱都没得赚的 那为什么唱片公司还努力做呢 还拼命做呢 其实讲出来 只是希望能够在众多出片当中 能够有一张能够出类拔萃 如同一匹黑马一般向前奔腾 能够达到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 或是更多的销量 当然也有的唱片公司是以小博大 讲以小博大是讲的好听一点 其实就是投机取巧 来省省的凹到一张 试一张凹不到也就算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专题报道当中呢 我先为各位聊到 我们这个唱片公司的一般的 花费所有的项目大约是多少钱 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就进行到这里 在下个礼拜 我就我们来研究一下 那你花的钱 花到这个上面 那大概是划不划算呢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研究 Lead FM这个年代真好玩 李宗盛音乐人 现在为各位进行无责任乐评 今天的题目是 陈生的音乐乐园 各位朋友很高兴又要进行 无责任乐评这个单元了 今天在节目一路进行的当中呢 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受 浮现出来 我在想自己是很幸运的 能够透过声音 用主持电台节目的方式 来认识更多的有心于音乐 喜欢音乐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呢 不知道是他们对李宗盛特别宽厚呢 还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点默契了 那就是几乎没有人 强迫我播我认为 不值得再用我们原本就很少的 节目时间的这些曲子 也没有人向我要求 要这个歌手的书卡 歌星的电话号码跟地址 更没有人要求 我在节目当中 替他解决爱情困境 我和我的听众朋友 将一个小时时间 拿来听音乐弹音乐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的 这个谅解跟支持 真的很感谢 套句我最近最常用的话 举头三指有神明 我会很努力 把这个节目做好的 OK 现在我们赶快回到 这个正题上面 为各位进行今天的主题 无责任乐评 陈生的音乐乐园 一辈子能够遭遇 多少个春天 多情敌人他们怎会了解 一生爱过就一回 沸腾的独立 沸腾的独立 沸腾的感情 沸腾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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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安的感情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 一张脸可以容纳多少的表情 造成不愉快醒过来的时候 答案写在你脸上 我猜的故事藏白的人空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 一辈子能够早遇多少个春天 多情敌人他们将会了解 一生爱过就一回 被灯的都是盲目的爱情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 和陈明章一样 陈森在我的心中是被我归类为 这个北投的音乐帮的一份子 虽然只是因为陈森和我认识的时候 他也住北投 你记不记得我在我的歌曲 阿中三件事里面所提到的 臭水四溢的夜市吗 陈森给我的最初和至今难忘的画面 就是他坐在臭水四溢的夜市当中的 卤味摊子上面吃丫头喝米酒 和朋友们聊天打屁的景象 和大多数的composed singer一样的 陈森的作品也分成写给别人 和写给自己两种 拿我自己来说呢 写给别人的可能会因为 负担着某些使命 而必须遵循妥协于一些法则 给自己的歌 就像挑曲一样 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的样子 是怎么样也得先对得起自己 先让自己满意的 我想听陈森的歌呢 不能不去细心品味陈森的这个歌词 我认为陈森的歌词是属于 比较散文式的叙事性的 并不是那么为准备 将要加一段旋律而写的 那所以当陈森的词脱离旋律的时候呢 仍然是蛮完整的 有脉络可循的 我会这样子讲的 其实是经过比较的 如果我们从陈森 罗大佑 张洪亮 黄书俊 以及李宗生的歌词上来看 我刚才所说的歌词上面的特性 会显得各位明显 在五个composed singer中呢 如果以歌词来分 那我觉得陈森 洪亮 这个黄书俊三个人是属于叙事性的作品 比较多的一组 而大佑和我自己是属于比较歌词化的 比较注意每一个句子的功能性的 这个一类啊 那简单的说是 你听陈森的歌呢 一定要听完整首歌 才会更被更容易被感动 然而听大佑或是李宗生的歌 有时候比较容易察觉 他们倾向于比较早一点去掌握 听歌的人的情绪 所以在旋律和歌词上的使用呢 可以说比较精炼或是比较准确 或是你也可以说 比较狡猾或是比较上演 以上这些我对陈森及几位创作者的 歌词的看法呢 虽然是蛮个人的 但是我 因为我对他们的作品一直很注意很喜欢 所以也就提出这些看法给朋友们做参考 我想你不妨也试试 花个一两个月的时间 好好地研究一下 不管结论是你同意我刚才的看法 或是另外有别的见解 我想都会蛮值得的 听这些作品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呢 只是在强调 希望大家了解 文字的风格 它的内容 以及掌握文字的能力呢 在陈森以及现在台湾少数的 Campus Singer作品当中 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 或者说 他们的作品当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可能就是文字了 我爱听你 小看你十八岁的那年代人满腔的热血阿玛的祝福 我来到台北竹台城市边缘靠近发愁的新店铁 他的地方工作开着热血阿玛的家里 他的地方工作开着热黑的家装 上面坐着有钱的大爷大爷开了九点当选了 你把味蜘蛇 你把味蜒每天自自克克地 毫不疯狂 你把味蜒每天自自克克地毫不疯狂 我把味蜒每天都在改变 放鬆真他媽的 做意不懂 雖還沒說他不懂 人人叫他不要 思考思考對你不好 有人想的太多 就這樣進了黑道 單純的心自動一波 真是難過 有些事不需要理解 對你好你千萬不要拒絕 偉大過敏 兄弟要準備 油牌米牌的流氓夾著 嚇人的鐵絲網追逐在武林 大馬路上專家說 真是權利的領大 你管他的做馬改 全世界最有錢的乞丐 穿著大衣光的空頂腦袋 在真裡靠著牆著那方 每個人都轟著眼說 If you wanna reach you got to be a bitch 兄弟你千萬不要欺美 不滿意你回家中間 雖然倒是已經賣不了多少錢 像冰箱 果然陪我成長 不能選擇 愛悲哀的方式 阿嬤說還是你趕快回來 你的心不禁著 主持人齊著等待 社會黑暗你該不會了解 不如包餐絕不回來 男兒女子包餐 我的祖宗發財 就叫四方朋友 黑到白到多遊 噴著我塞 手上我都自己的存在 阿嬤的花 碰在那裤 帶起模型 叫做阿嬤 若米歐 大哥的花 為你失蹤 她是凶狠的 那個馬路的小英雄 將近老家 心裡有吃鬼難過 他的下回 沒有反悔的餘地 至少還保留住 男子漢的出現 他表現 果然陪我成長 不能選擇 愛悲哀的方式 他表現 彷彿讓我明白 這位不是 黑暗不凡的存在 終於有了一天 跳著來到老郊的 人情說你的 還跟著她 誰經偉大的 老闆爭奪 你扮出了任命 趕快叫她 主欄 我們忘不過冬天 老闆背著幸福 哭哭的地 找到了成一九天的 老闆誓生歸皮 他人們的經驗裡 把威嚴在法定人中 靠牙 哇 吹破離難 在一個寒冷的風的夜裡 永遠淺淺地 飄風在心天心 最寒冷這一次 終於真正地 不言也不語 吹破離難 吹破離難 追不動天臨 死�� 除ly的可怕 追不動天臨 死亡 我觉得陈生的歌里面 没有简单容易的事 如果你偏好简单容易的事 那我用我的良心建议你 你不要听陈生的歌 否则可能会很辛苦 我自己从来没有期望自己 从听陈生的歌 得到什么乐趣或者是娱乐 我觉得他的歌不是提供娱乐的 陈生的歌对我自己而言 有医疗的作用 有时候是一种友善的提醒 或者是严厉的警告 在我自己如股市中的大户 我是指我的工作而言 在与其他的主力拼斗妥协的时候 听一下陈生的歌 有一种还原的作用 我不知道你听过几首陈生的歌 而他的歌又对你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说的陈生的歌不简单 并不是指他的文字或是旋律 而是说他的歌所传达的意念 不会让人听一次就懂 或是一下子就懂 你可能要慢慢的听 然后渐渐的懂 当然你也可能一夜之间全懂了 可是那可能非常痛苦 陈生跟我是同事 已经算是这个很接近的朋友 他做的片子 在要出版以前 依照这个作业流程 一定要经过我这个副总经理这一关 而我总是不会在办公室听他的音乐 我总是带到别的地方听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听 有时候我也不会马上听 我会放着 等我觉得我应该听的时候才听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句 我们不知道在他哪一张专辑的时候 用的广告词 那时候我们说 是听陈生的时候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这句广告词真是棒透了 可惜那个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认为 他们那时候应该听陈生 真是可惜 今天的无责任乐评 经营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突然在刚才进广告的空档的时候 想起来 我是不是太偏袒陈生 有替他做广告的协议 我都没有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现在自己觉得还好 我的理由是这样子的 我想陈生今年已经三十几岁了 在这个行业差不多也有十几年的时间 他辛辛苦苦的出版了四张 可以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这个唱片 四张加起来的销量 也没有那些万人迷的 挖心掏肺的 眉头永远深锁的巨星偶像们的 一张销量来得多 可是他还是写歌给我们听 虽然他不曾说过他要这个 奔向太阳 可是我也能感受到他音乐里面的乐观激昂 虽然有人出道很多年 依然表示他在流浪 但是我在陈生的歌里面 更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沧桑低档 对于陈生这样的歌手 你还想要怎么样呢 我认为 他的音乐当然有缺点与不如人的地方 只是在现在 我实在不应该再苛责什么 不管你觉得我的理由怎么样 我真的 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今天的无责任乐评 就为你惊喜到这里 你这些人不是故意的让自己围困在浪漫地可以逗 你不是故意的让自己围困在浪漫地可以逗 你不愿意活在传统的角色里 放任自己脚步不足的飘移 眼淋是却又 匆忙的大伤 似来的半程 勇敢的取决 全世界的要求 是多过境 也可以让自己稍作停留 所长了吗 所长彼此恶脸的感觉 明天还会认识一些心满油 又要问到下一步你要做生活 我想要说 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 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 不需要隐忧 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 忘了痛过 忘了太累 忘了明天要停留那个地方 只要穿上我名牌的球鞋 不用等到已经有了疯狂的感觉 不用等到时间末日来临的那一天 真的有了疯狂的一天 我忽然不需要 我就想用了别的感觉 给你一次的感觉 你要求加一般 我自己想用了 都没关系 我送上我 都没关系 我ural profession 都是内容的 我想做一些从来都没做过 连直接感到压抑的事情 这一次我决定是分和我自己 连理了关系悲伤 就像是拖去了华丽的衣裳 我带你到任何地方 除了总我 你可以别想 我喜欢什么 而我自己不需要理由 我喜欢是分和我自己 忘了中国 忘了台北 忘了明天要停留那个地方 只要穿上我名牌的鞠鞋 不用等到已经有了疯狂的感觉 不用等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那一天 勇敢地拒绝全世界的要求 是否我今夜可以让自己稍作停留 受伤了门 也受伤彼此热恋的感觉 明天还会认识一些新朋友 又要问到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我想要说 我喜欢是分和我自己 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各位朋友 今天在这个待遇当中 要为各位介绍是来自 伦敦的一个四人的口琴演奏的团体 音乐形态是属于blues 是由James Cotton Junior Wells Gary Bell 跟Billy Branch 所演奏的曲子 我们一起来欣赏 音乐 Quiz 编 eyes 音乐 Aj i know you don't get what to do you don't need no bulletproof vest cross your chest i know you don't need no bulletproof vest cross your chest if i raise my cannon you say i'm the best jame cannon jame cannon co� with his man You know I love you all the time If you call me the hitman I better love you all the time If you don't watch yourself I wanna blow your mind I wanna blow your mind I wanna blow your mind 可是有时候会有点干扰 不过你都会努力听清楚每一句话 真的是很谢谢你的捧场 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你建议我在7月19号的节目里面 也就是我的生日那天 做李宗盛的无责任乐评 自我解剖一下 坦白一下 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我迟早 我认为我应该 我也必须 不要因为自己 就不好意思解剖自己 评论自己 我会尽量的来做好 可是太赶了 7月19号大概来不及 我会另外找时间再做 另外也要谢谢你 寄了张卡片给我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第二封信呢 是这个台中市的林静威寄来的 你问我们在考验过 一位歌手的实力素质 都合乎标准以后 他的人格特质 和性情 会不会也列入参考的范围 这个问题其实来讲 蛮难说的 那 我们会去考虑 不过 我认为在我自己的观点来讲 我们会先去看他 是不是一个好的音乐家 那 何况 我认为 每一个做音乐的人 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 都有他很强烈的主观的意识 他的个性的 特征是很强烈的 那很难去说是好或是不好 我们只能去判断他 先去判断他 是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好的做音乐的人 然后才去想 才去看他的人格特质 除非是很奇怪的 很诡异的 什么性格 什么分裂变化 不然一般都算是蛮好相处的 另外我要谢谢嘉义农专的朋友 寄给我一篇报纸上的文章 还有很多信件 是对李明德的音乐的感想 我觉得好像 听音乐人的朋友都蛮用功的 我也会很努力的仔细的 把他们看完 谢谢你们 好 最后跟各位报告一个消息 从下下个礼拜开始 我决定 我决定 我真的决定邀请听众朋友到节目里面来 也就是把回信这个部分的改成直接跟你们面对面的沟通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李中生 怕写信 来我回太慢了 或是怕我不回 还是你们有任何有关于音乐上的疑难杂症呢 愿意让我了解一下的 我都非常欢迎你们写信来报名 不要忘了留下你的这个联络电话 还有想问的题目 我会用抽签的方式安排先后顺序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跟李中生当面聊聊天呢 欢迎你们踊跃报名 来信 请记到台北市仁爱录三段53号 中国广播公司音乐人节目 给我李中生收就可以了 好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